那我问问贝尔 你这次探访的故事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选择了一个 很特别的故事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看到了吗 还是 要是吗 是一个立体的一艘船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龙 它叫许璐 他是一个专门研究和建造 中师木帆船的专家 他在2008年的时候 制造过一艘木制的 一个宗师的帆船 名为太平公主号 当年横夸了太平洋 在国际上面 也引起了非常巨大的反应 那他这一次写进来 就是要怀念他的造船 启蒙老师 郑两娇师傅 你看 看着看着 这就到了 对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 张州粤港了 风气好美 这里也是我们曲路老师 寄照翻船的启发之地 然后在明代的初期 这里吸引了好多不同地方的人 来到这里贸易 这个地方就是说过去 不光有中国的船 也有外来的船在这儿 有 有外国人 对 一定会有外国音乐 那太好玩了 对 那是不是徐老师 没有 徐老师 你们来了 好听 你好 快给我们说说 你看 这个船 跟这个船 它有连接 它是一样的 是一个中式船船 这是一个 仿真的模型 中式船船它是靠着 风力 洋流跟能力 来前行的 靠着这三样的力量 可以越过大洋 所以这个就是您研究 跟继照的一个对象 对 我们收到您的信息后 对于您跟郑师傅的故事 特别感兴趣 我也好奇 今天我就带着你们 去郑师傅家 那虽然这两招师傅 已经不在了 不在 是的 但是他的儿子 也是我的师兄 郑水土接着他的衣钵 他到今天还在 承接他们的造传记忆 我有点迫不及待了 要不然就 那我们就去他们家 好 好 走